帮我交往 谢谢 谢谢 我跟任何人都没有预量前景 美妮你好 你好 你这个很漂亮 怨毒药胡书吧 他已经在习惯上的权力的春药了 内宽承以为透过初选机制胜出 等到的却是刘兆猴拖岛参选 你看 他这十几年来 他可能做教做习惯 刘兆猴从来没有帮人家抬教过 大概他都会算低 都他在算 他变成他的专利 他的职业 恩怨累积二十年 一向与人为善的赖昆成 从不讳言 他唯一不能当朋友的人 就是刘兆猴 从2006年台东县长补选开始 每逢县长 立委 民进党党内初选 两人都要一战 这次刘兆猴为了参选 连党籍都不要了 初选是决定政党的人选 但1月13号是决定台东的人选 你就是你的狗选 你要去玩吧 你垄断嘛 你不给人家机会嘛 奈昆成的妻子蔡竹文 时不时提醒先生少说点 成年在台南当律师的他 这次专程回台东帮先生打选战 很多小细节都靠他够逃够位 太子啊 老昆成 老昆成亲亲给你拜一拜 因为他长期12年没有一个政治的舞台 尤其是20岁到40岁的人 我们在参与选举的时候 他可能只有8岁到12岁 所以他不了解我们 那这个是我们比较吃亏的地方 台东大小行为交通医疗教育文化 体育长照产业发展等等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绝对在三个月内 让台东的相亲觉得说 这些东西就是台东需要 这些东西只有经过 报告在国会里面发生 可以逐步的来具体落实 内宽成期待 相亲给他机会 刘兆豪则自认他已经跨越党派 然后长期的在台东这块土地来经营 所以才会获得这样跨政党 跨党派的一个认同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刘兆豪强调实力 但他过去六度参选县长都吞败 2022年只拿4万1千多票 调回18年前的起掌点 但在台东选立委 4万票足以当选 自己可以拿到4万1或4万2的 这样的一个选票 所以我认为是那样的选票的增加 相对以前传统民进党的参选人 选了六次县长 三次立委 无意不语的刘兆豪 这回敢脱党 因为泛兰也分裂 就是争取每一个选票的任务 认为选举意思 就是他不是靠算计得来 如果东西可以去计算的话 国民党征召大午乡长黄建兵 是年轻型面孔 遭遇细出同门的前台东县建设处长 徐瑞贵坚持参选 黄县长的政绩很好 他的背后就是我去做的 饶县长的政绩好 那个坏人就做 台东选情 蓝绿都分裂 加上小党一共六人参选 时尚最多占矿空前 时尚最多占矿空前